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猫仔豪 今天和大家来逛黄龄广场 听说这个商场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玩 而交通都非常方便 我们由福田口汉搭4号线 市出口一出就是了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出发吧 首先我们由B一开始走起 一开始就看到夹公仔店街厂 听说这个商场有很多夹公仔机可以玩 看下我们今天会看到多少间夹公仔店 其实B一这个流程属于美食广场 这里有一间盐财吃日本菜的 我们再走前一点 会见到一间街边铁桶 吃韩国烧肉料理 原来这里也有合马先生 这间蛋糕店的蛋糕 这间蛋糕店的蛋糕 真是好奇趣 每件蛋糕都做得好美 根本就不舍得吃 旁边都还有一间流动雪糕店 这间蛋糕店 这里有一间大师兄 是食手工面的店铺 旁边有一间张拉拉 是兰州寿司油肉面 这间蛋糕店 这里有一间好有趣的猫屋 文通冰室 是港式茶餐厅 前面终于看到有扭蛋机可以玩了 有间Cats UUUU的夹饭店 由这里左转有间器员 里面除了有夹饭机 还有高质素扭蛋机 FM 这间Cats UUU 都有几间分店 B1 楼层除了吃饭之外 真的有不少的夹娃娃机可以玩 我们也来夹一只玩一下 机内的娃娃其实都很可爱 这一部的夹娃娃机是最多女生玩的 但又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夹 非常轻易就出货了 走完B1 上了一楼 不知道这层还有没有夹娃娃机可以玩呢 走前一点有一间酷乐潮玩 原来这里也有一间城市密码的夹娃娃 真的可以说夹娃娃店总有一间在左近 我们来到一楼的中庭 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 原来是那间人气爆灯的梳芙里店 不知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呢 但排队的人龙真的好长好长 都有不少款式可以选择 因为实在太多人的关系 我们稍后再来买 我们来到二楼 一上来看到一间喜牛会是食潮州火开店的 亦是我们今晚会吃饭的地方 加上因为暂时未肚子的关系 和大家一起走上商场 我们现在要先看看 这里有一间坦際秤 不过她和香港的味道相比 这里有没有分别呢 真的和香港本地下坯 真是相对每层都有拉桿机可以玩 这里有间食娃娃的专门店 人流开始逐渐多起来 可能因为差不多到晚至时段关系 旁边有间卖光果的店铺 不知不觉终于走到三楼 这一层反而更少人 可能这一层因为大多数都是金铺和卖名车的关系 前面又看到有一间夹娃娃店 叫做星空屋动漫 但里面很少人玩 去场内的娃娃都算不错 也很有趣 听说这个商场好像有间夹娃娃店是香港人开的 应该是一层因为是顶楼 终于看到了就是这一间 这些娃娃质素完全不行 怪不得没人玩 这间店铺叫做喜乐天地 走了这么久 都差不多到处去吃晚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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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